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 姐 我感冒了 头疼 我心臭了啊 我一个朋友在这拍过 她跟我说起过 我记得就是这个名 杉杉 你来得太晚了 你知道吗 昨晚晚上睡得太晚了 今天路上要堵车 来看照片吧 我希望你仔细看一看 我希望你仔细看一看 不错啊 看来这水平是提高了哈 不过我觉得这 我实话实说啊 这妆是不是有点浓啊 你看这修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只要我认得出你就行了 你满意吗 你满意我就满意啊 珊珊 你看这公众状况这样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是 你给我弄得快拖窝气来了 我就是让你喘不上气 靳阳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你有多特别 遇到你 我有多幸运 你是我的 我永远不会放过你 这不是那个龙叔的女卧底吗 还穿着警服 警察 他是警察 他真实的名字叫夏姐 那旁边这个男的就是金阳的哥哥陆海了 没错 金阳 陆海 亲哥俩呀 不对呀 那金阳怎么会不认识自己的嫂子呢 真正的金阳已经死了 而现在的金阳 是陆海 那么说龙叔拿的那个鉴定报告是真的 否则呢 金阳难道不认识他的嫂子 陆安明也不认识他吗 哎呀 妈呀 全都是假的呀 他们也太能演了吧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 又让你提醒 不是我太笨 是他们演技太高明 现在我才会想起来 金阳确实有些反常 你又犯迷糊了 几天前你打电话给我 问我金阳是谁 我说 金阳是一只天堂鸟 你说 我为什么是一只天堂鸟 我说 只要你肯飞 就能到达天堂 你怎么了 当时我还以为他屠影发作 现在我才明白 坐在我面前的不是金阳 而是介石还魂的陆海 真正的金阳已经死了 而陆海 是来打探金阳的死因的 什么时候的事啊 一年前 一年前 他骗咱整整一年啊 这一年我不是没有怀疑过他 我也试探过他 我的天哪 这一下唱十几首了 我这真有点记不住了 是吗 你第一次过生日给我唱的那首歌 你觉得你应该忘记吗 不应该 珊珊 我这不是吸那个东西 把脑子给吸坏了吗 对对对 还有那个纹身 张道文也提醒过你 说以前的金阳他有纹身的 他都解释过了 而且解释得天衣无缝啊 对了 对了 这个姓夏的女警察 他俩才是真正的两口子 你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 就没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正因为他们是两口子 才会配合得这么默契 才把我耍得吞吞吞 你看什么呢 我看你腰上的疤呢 让我给洗了 干吗洗掉 因为这上面啊 纹了一个柔字 那时候你结婚 就没有拍婚纱照吗 拍了 撕了 我告诉你 我要再见到那男人 我打断他狗腿 你可真够狠的 你那未婚夫有那么差劲吗 现在我才意识到 这个臭男人 甜言蜜语都说尽你 就唯独没有说我爱你 他爱的人是夏浅 就在前几天 他还明目张胆地讽刺我 我居然还没有听出来 龙叔刚才跟我说 他知道我不是金阳 我是陆海 他不想戳穿我 是因为好戏还没有结束 刚才你好像跟龙叔也嘀咕了一句什么 我说我就是爱他了 哪怕他是陆海 这个世界简直太可笑了 有的人都无药可救了 还自以为是 所以我才会赢啊 我才是命中注定的赢家 这么看来 还是龙叔老道啊 他早就看穿了 他也提醒过你 可你就是不听了 他也提醒过你你听了 不是 你不说你当家吗 我我得顺着你 我不能老跟你对着干的 这么一看啊 以前的事都可以解释通了 对了 你记得姓夏这警察 暴露身份的那天晚上吗 你们想过没有 他到底是谁的卧底 他如果要是条子的话 那我们必须得给他有办法 然后我们马上还得跑路 但是他如果要是龙叔的人 他绝对不能死 他们不择手段 把事都做绝了 两个疯子 两个疯子 疯子的演习 傻子在看 他可怕了 你现在怕了 早干嘛去了 你就是太自信了 还说金阳不可能不爱你 他凭什么不爱我 他凭什么不爱我 就算他不是金阳 是陆海 他怎么可以不爱我 你不是也不爱他吗 就算我不爱他 这那狗男人 除了你以外我最信任的就是他们 他们竟然敢合谋欺骗我 大家都在演戏 你不也是庄的吗 我是谁啊 我是吉珊珊 我可以变全世界 但全世界不可以变我 他们呀 哭解决不了问题 别哭了 你也是 既然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咱们就得想办法怎么收回才行 如果龙叔分析得没错 是陆海冒充了金阳 这就说明 陆安民早就给咱下了一个陷阱 咱们现在已经在陷阱里了 现在就得想办法 怎么跳出来 怎么跑路才行 跑路 我一定会跑 但是先把后面的事给做了 还要干吗呀 杀人越货 陆海下劫 必须死 货我也必须消出去 老妹啊 你这是舍命不舍财呀 咱们现在都被警察盯上了 你还想着那批货 陆海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身份已经暴露了 他在明 我们在暗 我完全可以利用他 放出烟雾弹 可你想一想 陆海背后是谁啊 是整个的禁毒支队呀 咱们能对付得了吗 况且 你想出货得联系夏家吧 夏家在哪啊 不是还有龙叔吗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可以把龙叔变成自己的朋友 老妹呀 你就别一想天开了 就算现在你跟人家合作 人家也不一定答应了 我相信 龙叔就算为了他自己 也会跟我结盟的 我本来还能够 回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的